你想回个短球的时候 你不使劲把这球下往 搓不回去 那我使点劲了 我一使劲这球出台了 快速掌握搓短球 这个平衡度就很难拿捏 但是我后来发现 就是有一个小技巧 就是大家在搓球的时候发力 搓短球的发力 就是上来点一下 点呢 它本身是一个很轻 很快的一个动作 如果在点的这个过程中 我太使劲 这个劲就会变成搓这个球 我给大家看一下 什么叫点 什么叫搓 我上来之后 点它一下 对吧 你看我动作很短 我只要控制好一个板形 基本上手是属于 不使劲的一个状态 它那个球发到这来 你再想搓过去 这个距离不够 不到一米 可以拿一个球 你先这样扔一下 就大概扔回去 你看能使多大劲 你就按照这个力量 去使劲 因为本身对方发过来这个球 它就是有劲的 千万不要这样 去戳 点使劲 使大就变成戳球了 一戳就出台 而且很多人会拉手 一拉手 这个动作就控制不住了 摆短 咱们第一个想法 第一个目标就是 我点一下 给它搓短就行了 千万别想着 我上来就练搓转 摩擦一定是需要发力的 在你还没有掌握好 搓短的这个劲儿的时候 直接去练摩擦 这球绝对出台 你就搓不短 你会在这个 错误的道路上 越走越远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